需要很新花的一些裝飾啊 噴火槍 氮氣瓶 發炮機 做一些非常厲害的tapas 可以嘗到鮭魚本身的原味 就配上那個魚子醬 咬下去會泼泼泼泼的感覺 覆盆子口味的起司蛋糕 酸酸甜甜的搭配堅果的香氣 非常的解膩很舒服 生干貝甜度就很高 腥味也很足夠 檸檬的香氣 干貝吃起來更加的濃郁 就算不下酒 很適合當開胃前菜 教大家成為一個party king HOLA 歡迎收看這次的飢餓廚房 我是新男主廚James 我們今天要用這些各式各樣的儀器 有噴火槍 氮氣瓶 發炮機 做一些非常厲害的tapas 派對 宴會上都能夠稱霸全場 一般市面上買到的 200的副分子的果泥 100的水 還有50克的糖 澆到這個鍋子裡面 其實tapas起源它是來自於杯蓋 蓋在酒杯的上面 酒杯上的蓋子延伸成可以吃的東西 最後再放在桌子上 後來延伸出很多不同的tapas 上一次在節目裡面教大家做的 那個奶油球 其實也是西班牙tapas裡面很經典的一種下酒菜 滾起來一點點 在90度左右的時候 就可以把吉利丁給丟下去 那300的液體大概需要用10克吉利丁 進來泡冰塊水 不然它會融化在水裡面 多餘的水把它擠掉 吉利丁丟進去 這個時候關火 打蛋器 確保所有的吉利丁都融化在這個裡面 倒回原本的碗裡面 讓它稍微降溫 降溫的同時我們要不斷地攪拌 降到二十幾度 tapas是比較大的統稱 像我之前在西班牙的一個城市 他們叫pinchos 它的份量又比一般的tapas再大一點點 這個cream cheese 我們把它拖成圓形 每一個我們都做大概六份 越粗越大 搓完之後呢 我們把它放進冷凍庫 繼續把這個降溫放在旁邊 等cream cheese 冰硬的時候 裹起來 再沾上開心裹碎 就會完成我們的起司球 下一道菜 杏仁冷湯 冷湯在西班牙叫做gaspacho 那其實為什麼像我們討厭期 當喝湯的話 好 可以來了 嗯 怎麼還沒來 你要說謊 你怎麼很cue我 然後我們在互相等 果汁機裡面 放200cc的水 150克的杏仁片 4到5半左右的大蒜 白葡萄酒醋 大概1到2匙左右的量 初榨橄欖油 2到3匙 好 一點點的黑胡椒 還有鹽巴 最後呢 我們要加這個麵包 這個湯 濃郁的來源 先放兩片 把它打勻 嗯 放上我們今天的一個秘密武器 大豆軟銘擠 大概5到6克左右 泡沫的形狀會比較漂亮一點 撒好的新的冷湯呢 我們用過濾網過濾過去 比較粗的過濾濾掉 因為氮氣瓶的裡面的口 非常的細小 顆粒太粗糙的話 會有點爆沖的感覺 裡面的液體 都不可以超過它平生的一半 不然很難 氮氣跟裡面的液體 做充分的均勻 這個軟硬一定要放好 確保噴嘴裡面跟外面轉緊 子彈放進這個裡面 平生向下倒 子彈把它轉進去 現在轉不動了 接下來的這一下 你要轉個大力一點 讓氣體瞬間的衝進去 而不會 不會流出到外面 咬個30下到40下 讓它均勻的攪拌 對 這時候真希望有那種 咬泡泡奶茶的機器 在那邊一直咬 像冰鎮葡萄酒一樣 把它鎮起來 好 現在冷湯已經做完了 接下來我要做一個醬汁 煙這個生干貝 25克的糖 25克的鹽 1比1 8克左右的薑 5克左右的大蒜 接著呢 這裡我準備了 呃 多少克 25 25克嗎 檸檬汁嗎 檸檬汁 對 25克的檸檬汁 好 我買25克檸檬汁 也把它加進去 橄欖油 大概有準備20克左右 胡椒的話 就比較隨性 檸檬皮讓它增加更多的香氣 把它打均勻 好 干貝放在這個上面 家裡面沒有噴火箱 也可以用鍋子燒得很熱的方式 去煎這個干貝 自燒上色 翻另外一面 接著我們就把它丟到調好的這個汁水裡面 冰箱裡面讓它去泡10分鐘左右 現場已經可以聞到那個干貝的香氣 有嗎 有 那我們丟進冰箱裡面 接著呢 15克的檸檬汁 50克的糖漿 125克的水 糖漿我用蜂綿果糖 打泡沫的時候會比較均勻一點 蜂蜜可以嗎 蜂蜜也可以 今天想讓它比較清爽一點 所以我放的是蜂綿果糖 在裡面放上4-5克的發泡軟綿 充分地把它攪拌均勻 用這一個 這不是業配喔 專門做分子料理的公司 他們設計的奶油發泡機 它其實有一點像是養魚的幫浦 放進去 已經有泡沫在產生了 不斷不斷不斷地在長高了 菌子機把空氣打進去的話 它的泡沫其實會有大顆粒跟小顆粒 但是如果用像這種幫浦的話 它的泡沫會比較均勻 接著呢 丟冷凍的奶油球 事前做好的這個醬 確定底下是沒有斜塊的 奶油球上面呢 我們穿上一根叉子 把它裹起來稍微靜置一下 總共會需要裹兩到三層 今天想教大家成為一個Potty King 所以我需要很激化的一些裝飾啊 跟擺盤 裹完第一層的時候呢 你看它已經結成金球了再上第二層 這樣子你看它的顏色會更均勻 反覆地來操作 那你西班牙的生活會很想怎樣 我的生活當然是工作狂啊 毛利小二 拼命三郎 說錯了 稍微在冰箱裡面冰冷一點 我們再來裹第三層 OK 等在這個副盆子期間呢 我們還沒聊到西班牙耶 你要先聊還是讓我 難得有想到 小放手 那我還是繼續做下一道菜好了 鮭魚塔塔 我們準備一點蔥 發濕芥末醬 鮭魚塔塔最主要調味的來源 那這個是我們一般在市面上 可以買到的一些塔殼 裝飾用的金箔跟椅子醬 那首先呢 蔥把它切碎 切成末 這是我今天第一次拿刀耶 有點懷念用刀的感覺 好 沒關係 反正我們把這個蔥把它切成碎 越細越好 接著市場裡面買到生食等級的鮭魚 然後在上面灑上一層薄薄的鹽巴 五到十分鐘的時間 用可以喝的水鹽巴給洗掉 這個是我已經事先處理好 在日本料理裡面 一個叫做定鹽的作用 可以增加鮭魚本身的口感 可以保存它的新鮮度 再來呢是這個鮭魚吃起來 它不會是沒有味道的 我們現在可以直接把它拿來切丁 好 鮭魚再拿去冷凍庫把它動硬了 然後再拿出來切 那它的那個丁的狀態會比較好 切成丁之後呢 放在碗裡面 放上我們剛才切好的蔥碎 法式芥末紫醬 挖上一點點就好 淋上一些橄欖油 一點點的鹽巴 和一點點的胡椒 攪拌均勻 試一下味道 嗯 OK 填上到殼裡面 接著呢 在冰江市場買到的米紫醬 那這種的話 價格就會比較平一點點 一般做活動或是一些宴會 我們可以選擇用這種 放上一點點的金箔 沾起來一點點配上去 對 其實也沒味道 可是就是 帥啊 你看 一個多兩百 可以多賣 再一個多兩百 會被罵吧 把剛才的褲盆子醬呢 我們再把它裹起來 第三次的話 它的顏色就會更厚更飽滿 裹好的起司 把它裹上 切碎的開心果 沾底下那一層就夠 綠綠的 橫紅的放到湯匙上 褲盆子奶油球做好了 接著這是 黏了十分鐘的干貝 這個干貝 從中把它給劃開 接著呢 我們在中間再切一刀 做成tapas的話 一定會小一點 它不要太大口 做一些些不一樣的擺盤 做好這個泡沫 維持起來 放上去 脫魚塔塔 我們也把它擺上去 最後一個步驟 就是個杏仁冷湯的泡沫 裝飾一點點的橄欖油 兩三片的杏仁片 這一套 西班牙tapas的party team 去你朋友的活動啊 或是party啊 絕對會非常非常的有面子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們今天做的這個tapas喔 首先我們現在來試吃 我們從味道最淡的那個開始 干貝因為經過炙燒 它會產生更多的香氣 配著這個酸酸甜甜的泡沫 生干貝本身甜度就很高 鮮味也很足夠 檸檬的香氣 讓這個干貝吃起來更加的濃郁 而且是鮮味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個做得很棒 自己說 接下來我們喝杏仁冷湯 去嘗它的這個香氣 嗯 這個湯綿密 但是吃起來它的味道不簡 接下來我們嘗一下 覆盆子起司球 外面裹了一點開心果 嗯 有點像是覆盆子口味的起司蛋糕 酸酸甜甜的 非常的解膩很舒服 然後搭配堅果的香氣 口感有點層次 如果這個小點 配酒的話 應該是配什麼 配香檳是很棒的一個選擇 酒體比較飽滿的白酒 或者是酸度偏高的白酒 都適合今天的小點 我們再試一下 真鮭魚塔塔 讓我吃一下 可以嘗到鮭魚本身的原味 那芥末籽其實是有點酸酸 又有一點點芥末的香氣 搭配上一點點蔥花 就配上那個魚子醬 咬下去會 啵啵啵啵啵啵的感覺 就算不下酒 很適合當開胃前菜 哪一道菜是你最想要我到你家做給你吃的話 歡迎在下面來留言 說不定我就有機會到你們家去做厲害的tapas喔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下次見掰掰 這樣有吸引力嗎 蛤 有 傑夫到你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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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